同学们好,今天是我们冲丝班的最后一节课了 在最后一节课里面我们主要串讲最后三章 也就是第28、29、30三章 其中第28章每股收益这一章比较重要 可以和前面章节集合在一起在主关题里面出题目 所以大家要引起重视 而不能被战略掉 有同学把最后三章都不看了 28章必须要看的 那么接着29和30这两章一般情况下 也就是两分的一个单选或者多选 下面我们首先看第28章 每股收益 第一个考点是基本每股收益的计算 这个相对比较简单一些 但是要注意细节问题 我们在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时 这个分子请注意 应当是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 如果题目给的是合并净利润 我们还要干什么呢 还要减去少数股东损益 这点我们在合并财务报表当中提到了 归属于母公司的当期净利润 应当是等于合并报表的净利润 也就是合并净利润 减去少数股东损益以后的这个余额 所以这一块呢 要注意细节问题 接下来分模的确定 分模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 转增股本了 股票股利分配了 这些都会影响基本每股收益 除此之外呢 还有发行股票 哪些是发行股票 我们在基础办科件里面都写出来了 比如增发股票了 股息权要行权了等等 还有债转股 债转股比如可转债转成股票 还有债务转用权硬工具等等 像这些都会影响到 基本每股收益的计算 还有回购也会影响 所以要掌握这个 基本每股收益计算这个公式 尤其是分模 接下来一个提示 那就是库存股 上市公司要回购库存股 回购的库存股 它不属于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所以在计算时 这个不包括了 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新发行的普通股股数 我们前面讲过 像这些呢 都会发行 比如发行股票 还有涉及到债转股等等 这个时间怎么确定 这也是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总共有四个方面 那这一块呢 注意一下第三个方面 这一块作为一个考点 来掌握非统一控制和统一控制 非统一控制 这个发行的时间点呢 我们算全数的时候 比如4月1号发行的 那么我们要乘以12分之9 要加全的 如果是统一控制 请大家就注意了 这个不一样 这个按照全年来算的 这个不一样 作为一个考点来掌握 接着第二个考点是 稀释美股收益 这个稍微复杂一些 一个是分子需要进行调整 一般情况下 可转战分子要加上税后的利息 这个需要进行调整的 然后分模呢 分模其实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一个是我们在计算 基本美股收益时 有个加权平均数 另外一个呢 那就是现在考虑 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如果它转成普通股的话 会增加的股票数量的 加权平均数 说明什么呢 在计算稀释美股收益时 整个分模 它是两个加权平均数之合 其中第一个加权平均数 就是上面这个框框 看了很多 其实是我们前面 刚才在计算基本美股收益时 它的加权平均数 我们刚才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所以在计算稀释美股收益时 关键是下面这个框框 所计算出来的加权平均数 也就是说 由于一些 稀释性潜在普通股的影响 而增加的普通股的数量 算一个加权平均数 那么这个平均数在算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些细节问题 下面讲的问题非常重要 我们有的东西在做的时候 容易出错的 第一种情况是 如果是以前期间发现的 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那么在当期转为普通股时 我问大家 应该按照多长时间来算 比如去年9月30号发行的股票 我们在算2022年的时候 请大家注意 那么这个时候 比如发行的一个可转债 将来要转成股票 将来要转成股票 比如说在两年以后转成股票 那你这个时候再算的时候 要注意 如果算2022年 那应该是全年的 乘以12分之12 因为站在我们今年来说 是跨度的期间 是12个月 第二种情况是当期发行的 当期发行的 请注意 如果是1月1号发行的 毫无疑问 那就是12个月 但是如果4月1号发行 那就是乘以12分之9了 在计算美股收益时 比如2022年4月1号 发行可转债 一年以后转成股票 那么对2022年来说 那意味着是 稀释美股收益 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影响稀释美股收益 接下来第三种情况 如果当期被注销了 比如在今年4月1号注销了 那对我们本年度来说 影响稀释性的期间 那就是前面三个月了 那就是乘以12分之3就可以了 好了 接下来 这是重要考点 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考点 也是容易出错的地方 当期被转换或行权的 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应当从当期期初至转换日 记入稀释美股收益当中 然后从转换日起 应该是记入基本美股收益 有的同学连这段话都不明白 看不懂的 你不要说做题了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点 搜索记号 五个星 给它五个星 很少我这样来给的 所以因为这块 你毁略掉的 我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比如假上市公司 2021年4月1号发行可转债 一年以后可以转成股票 2022年4月1号就转成股票了 那么对于2021年来说 这段时间肯定属于 稀释性潜在普通股的期间 影响2021年的可转债 稀释美股收益的计算 如果要算2021年 我想问大家 2021年稀释美股收益 那乘以12分之9 基本美股收益 跟它没有关系 因为你是稀释美股收益 是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跟我基本美股收益 没有关系 但是我在算2021年的 稀释美股收益时 我要考虑加权平均数 应该是12分之9 关键我要问的是2022年 2022年4月1号装股了 那么我想问大家 我在算2022年 基本美股收益时 我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吗 需要的 因为你今天才转成股票 4月1号转成股票的 那么在全年里面 前面三个月 你不是影响基本美股收益的 所以对我来说 相当于今天发行股票了 那发行股票的时间12分之9 这是第一 第二 在计算2022年 稀释美股收益时 这个可转债有影响吗 有人说 这已经转成股票了 没有影响 你要注意 前面三个月有影响了 所以下面 这个非常关键的 计算2021年 稀释美股收益时 乘以12分之9 再计算2022年 基本美股收益时 乘以12分之9 因为从这一段时间算 再计算2022年 稀释美股收益时 这一段时间属于 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所以要乘以12分之3 关键是这些问题 关键是这2022年 怎么算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 接下来具体的 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第二标题是第一类 那就是可转债 可转债 一个是分子 要把税后的经利润加上去 第二个就是 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增加的股票的数量 加权平均数 这个平均数怎么算 就是刚才我们在这 所讲的问题 接下来第三个是 认股权证和股票期权 这个股票期权呢 主要是注意一下 就是什么情况下 是具有稀释性 什么情况下 具有反稀释性 在算增加的普通股数量时 应当是行权时 转换的普通股的数量 减去行权价格 乘以这个数量 除以平均市场价格 那么这个公式呢 我们在基础方课解里面 也讲过 对于盈利铁而言 当行权价格小于市场价格时 才具有稀释性 你这个这是P1 这是P2 P1小于P2 这个数字才大于0 这个数字大于0 也就是表示增加的数量 只有分我增加的 才会被贪薄 才会稀释 P1小于P2才大于0 是不是啥 如果P1大于P2 那就实际上 不是增加数量 是减少数量的 这个数字是负的了 那就具有反稀释性 主要是注意一下这个 一个是最基本的 是计算公式要掌握 然后假如考一个 人股权证 或者股票期权 让我们来算一下 稀释每股收益是多少 这是最基本的公式要涨 第二个就是考客观题 细节问题 什么时候具有稀释性 什么时候具有反稀释性 第四个是限制性股票 限制性股票呢 这是一个考点要掌握的 一个是基本美股收益计算 一个是70美股收益计算 这个在2019年 主观题里面考了 这里面分两种情况 我们在股份支付里面 那一章 我们结合2019年考题 说明了这个问题 一种情况是 先行股利可撤销 第二种情况是 先行股利不可撤销 那么如果在先行股利 可撤销的情况下 这个分子要减去 分配的先行股利 是谁呢 归属于预计未来可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 持有者的先行股利 分我请注意 再算基本美股收益计算 不喊这个限制性股票的 因为限制性股票呢 它有可能将来 不予解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将来就没有发行 所以它是不确定性的 因此呢 这一块是不包括的 我们再算基本美股收益计算 是不包括它的 反过来 如果是先行股利 不可撤销的情况下 分子是减去经历议的 那这块呢 我归来一张表了 可撤销的情况下 是减去先行股利 不可撤销的情况下 是减去经历议 我们在基础方格界里面 给大家也解释了 为什么这个时候先行股利 这种情况下 是减的经历议 分母都一样 都是在算基本美股收益计算 分母都是不包含 现实性股票的数量 接下来 稀释美股收益 稀释美股收益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 仅仅是服务期限 比如服务三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首先要算一个行券价格 这个行券价格也有个要求 低于市场价值有其实性 那么这个行券价格呢 应该等于 限制性股票本身的受益价格 再加上 比如这11元 再加上 尚未取得的服务的供应价值 这个按照供应价值 限制性股票的供应价值 乘以 比如三年已经过了一年了 那还有几年 还有两年 三分之二 这样我们算出来 这是多少 15 这是15元 这样算行券价格 然后市场价格加定是20元 市场价格是20元 那这个呢 是具有期时性的 为什么 这个其实限制性股票 和股票期权是类似的 好了 那么接下来 再算70美股收益时 这个公式 大家看一下啊 一个是分子需要调整的 分子就是刚才所说的 要调现金股利 还是调经利润 然后分母呢 在计算基本美股收益 这个普通股的加权 平均数的基础上 加上 大家看一下 加上这么一个 圆圈的部分 这是什么呀 这不就是和股票期权 在计算时 我们前面给的那个公式 是一个道理吗 限制性股票数量 就相当于你股票期权 行权时的数量 减去行权价格 乘以数量 除以市场价格 单行权价格 比于市场价格时 这个括号是大于零的 这是因为大于零的 所以它会增加分母 是不是 分母增加了以后 会贪薄 会稀释的 当然要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块 一个加权平均数 加权平均数 尤其是当期发行的 如果一月一号 没问题 12分之12 比如四月一号 那叫乘以12分之9了 注意加权平均数 好了 那么第二个是 包括业绩条件的 这块了解一下就行了 接下来第五个问题 那就承诺回购 那这里面的注意 它反过来 当回购价格高于市场价格 才有歇时性 为什么呢 你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来 此时 加的普通股的股数 对于回购价格乘以 回购价 乘以回购价格 P1吧 乘以回购的数量 比上P2 那这个当P大于P2时 当P大于P2时 我们才会大于0 是不是 这个结果才会大于0 那才有歇时性 所以这个公式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呢 这一块要注意 对于盈利企业来说 当回购价格 高于市场价值时 才具有歇时性 给大家也归纳一张表 把前面 那个股票期权 合在一起了 所以这一块 这张表归纳一下 注意选择题 这个我们在习题邦里面 都出了这样的题目 接下来第六个问题 这个我在基础班里面 没怎么说 但是要注意一下 因为今年教材呢 在这增加了一个 立题8 那么建议大家 把教材这个立题8 立题7和立题8 两道题看一下 运输上也没有解释 就一段文字 一段文字 然后接着就下面两个立题 那么这个立题8呢 我们要注意一下 它是今年教材 先增加了一个考 一个立题 并且是和刚才所讲的 限制性股票 这个问题结合在一起 你要利用这个公式来算 还要算行券价格 行券价格算出来以后啊 然后再算这个 细时美股收益 所以这一块呢 要注意一下 接下来本章最后一个考点 是美股收益的猎豹 第一个问题是重新计算 在股票 股利 资本攻击 转增的时候等等 都需要重新计算 另外下面这个提示 在这个期间 如果有调整 也要重新计算 第二个问题是配股 配股呢 涨到这个公式了 就先算一个除权价格 再算个系数 系数出来以后呢 算出重新计算 上一年的美股收益 这个考的比较少一些 但是要注意 第四呢 是本期的基本美股收益的计算 这个公式 第三个问题 这个作为一个考点 来掌握一下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 其他权益工具的股利 或者利息 这一点我在上课的时候 给大家举一个上市公司案例 北京银行 是不是 他发现了优先股 那么优先股呢 属于其他分类为权益工具 该上市公司将优先股 分为权益工具 那么分为权益工具 优先股分的股利 再算基本 我们再算基本美股收益时 优先股的部分 要剔除掉 因为我们基本美股收益 是针对普通股股东的 这个道理就很好理解了 是不是 你是优先股 我们是普通股 那你算你的 我算我的 我们把你的这一部分 剔除掉 剔除掉以后 你自己算你自己的 我们送我们的 所以如果有优先股 股利的话 要剔除掉 接下来第四个 这是个选择题 曾经出过题的 以前年度损益追溯调整 比如政策变更 要追溯调整 差错更正 要追溯重述 那追溯以后 大家想一想 以前期间的金利润 可能会变了 金利润变了 那么你的美股收益 是不是也就要重新计算了 这些1234 都是重新计算 这也是选择题了 曾经就考过这个选择题 括号一 股票鼓励了 资本攻击转增了 等等 影响要需要重新计算 括号二配股 需要重新计算 然后刚才括号三 优先股需要重新 这一块需要进行调整 然后第四 这个追溯 也要进行调整 重新计算 好 这一章的主要是 注意这么几个方面 接下来第29章 那么29和30呢 我讲快一点 简单的说一下 主要几个考点 29章 公允价值计量 第一个考点是 公允价值的概述 主要是四个方面 基本要求 第一个方面是 相关的资产或负债 这个我建议大家 掌握这张表 我们上课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 相关资产或负债 我们要哪些因素 有影响的 比如选择题 这是资产状况 和所在的位置 这是限制 资产本身的限制 算一个 这是对资产持有者的限制 不是他资产的特征 还有一个计量单元 计量单元 那么ABCDE吗 选择题不就出来了吗 是不是 所以要注意一下这一块 第二个有序交易 了解一下 第三个主要市场 这个要注意一下 我们刚才说 这作为一个考点 作为考点来掌握 然后其实这一块 也作为一个考点 什么是主要市场 什么是最有利的市场 另外考虑这两个费用 那就是这张表 这张表是一个考点来掌握 第四个了解一下 接下来第二个考点 是公允价值的计量要求 公允价值的计量要求 这一块注意一下 估值技术 市场法 第二个是收益法 第三个是成本法 这一块大家注意 这一块作为一个考点 那就是作为一个 会计估计变更的处理 会计估计变更的处理 我们前面有这样的题目 比如有市场法 改为收益法 或者说市场法里面 市盈率 改成市净率 来进行计算 那像这些都属于 估值技术的变更 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第三个是输入值 那就是分为两个部分 那这一块呢 注意一个考点呢 注意这一块 输入值呢 影响的 这是流动性折价 这是控制权的溢价 还有少数无动权益的折价 但是不包括啊 不包括计量单元的问题 这一块要注意一下 作为考点的掌握一下吧 我写一下 然后接着这一块呢 是出价和要价要区分开来 接着公允价值层次 第一层次 这是作为考点 要注意 第一层次有三个要求 一相同的资产或负债 二活跃的市场 三未经调整的 如果你要经过调整 要经营调整 就会怎么样 划分为较低层次 那就可能到第二层次 甚至到第三层次了 取决于你的输入值了 然后第二层次 第二层次呢 我们注意这张表 第二层次 第二层次 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 都属于可观察 那么除了第一层次以外的 可观察 通通都属于第二层次 那第二层次有哪一些呢 比如在活跃市场中 有类似的 在非活跃市场中 有相同或类似的 还有报价以外的 其他可直截的 这是直截可观察 另外还有什么 还有间接可观察的 像这些都属于第二层次的 第三次 除了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 那其他的就是第三层次 什么 不可观察数值 刚才说过 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 都是可观察数值 好了另外注意一下细节问题 这两个提示 要注意一下细节问题 接着第三层次 我们刚才说了 是不可观察的 接下来是 公允价值计量结果 所属的层次 取决于谁呢 最第一层次 你这个输入值 所属的层次 最第一层次是哪一层 那么公允价值计量的结果 就是哪一层 因此下面这句话 公允价值计量结果 所属的层次 取决于谁 取决于这个输入值 而不是固执技术的本身 接下来第三个考点 这个稍微关注一下 公允价值计量的具体应用 从两个方面 一个是非金融资产 非金融资产 主要是看它的最佳用途 第二个是负债 和资深的权益工具 这个呢 掌握这张表 如果存在相同或类似资产 负债或资深权益工具 可观察的 那就可观察的吧 存在我就看自己的 看这个可观察的 如果不存在怎么办 不存在我就看对 看别人的 那就是看对方 其他方 其他方如果作为资产持有 那就看其他方的 如果没有作为资产 那我只能自己去评估 自己去估值了 要注意这张表 接下来第二个是 不履约的 不履约的风险 协议公营价值计量负债 要不要考虑 不履约的风险 需要的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最后一张 30张 这一张内容比较多 分值呢 也就是两分 所以这张性价比很低的 有个同学就把它战略放弃了 但是我觉得 把基本的东西找一下 考的题目可能不是那么太难的 如果考的比较偏的 那也就算了 是不是 如果考的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把那些基本的东西找到了 能考到 那正好也把这两分拿到 如果他考偏了 我也没花时间 我也没花太多的时间 我也不去找那些偏门的东西 没这个时间了 到今天为止 没有多少时间了 是这个意思 一个考点是 政府会计的概述 一个是预算会计的三个要素 这最基本的掌握了呗 然后第二个是 财务会计的五个要素 资产 负债 净资产 收入和费用 把这五个要素注意一下 甚至考的题目特别简单 都有可能的 但是一点时间不花 这个就挺可惜的 因为它很简单的题目 你把分数给丢了 这个比较可惜 这一块注意资产的属性 历史成本 重置成本 限制 光影价值 民意金额 注意作为一个考点来掌握 包括第一和 这一块123 123要看一下 这要做个记号 接着负债 那负债也有计量属性 有三个计量属性 有三个计量属性 也看一下 接着第二个是 政府财务报告和决算报告 政府报表 包括资产负债表 收入利润 收入费用表 和这个现金额量表 注意一下 这一块做个记号 接下来是第二个考点 就是特定业务的会计核算 这一块内容是最多的 我们教材里面 整个有9 好像是9个问题 9个问题到10个问题 第一个是一般原则 这个需要掌握一下 预算会计里面 这个刚才已经讲过了 那么注意它的等式 另外注意收复实现值 这个你都熟悉的 稍微复习一下 加深印象 然后财务会计里面呢 那是全则发生制 那就是这两个等式 要注意一下 等于本期言语 接下来就是财务会计核算 和预算会计核算的范围 哪些呢 需要财务会计核算 哪些是预算会计核算 主要是掌握这几方面 纳入预算管理的现金收支 那么应当两条线 预算会计 同时要进行财务会计 那么其他业务 不需要预算会计 只需要作为这个财务会计 这是作为一个考点 在掌握一下 接下来呢 这是一个小问题 细节问题 增值税 增值税呢 在财务会计角度呢 实际上和企业是差不多的 看这样的分路 然后在预算会计当中 它是进入这个 作为一个预算支出 寄到这个科目里面就可以了 接下来 二三四五六七 这些我都不展开了 大家可以参考 技术班的资料来看一下 接着第八个PPP项项目合同 这块大家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 那其实 虽然是今年性增加的 但是呢 也就是说 掌握一些基本的东西就可以了 PPP项目 资产在取得时 一般是按照成本计量 假如就靠这么一个选择体系 这么个选项 那这个说法是对的 一般按照成本呢 进行初始计量 需要进行评估的 按照评估价值 接着第二个是账务处理 账务处理 这一块呢 分两个大的方面 一个是取得 取得里面不同的方式 投资建造的 那你是成本是多少 那就是多少 第三方买的 你成本是多少 那就是多少 第三 如果是 使用社会资本方现有资产 那就是按照评估的 按照评估的 主要是考这个内容 第四 如果使用我们自己 我们现在是政府方 我们在教材第十七章 收入了一张学的PPP项目 那是社会资本方的 今天这一章我们学的 那是政府方这一块的 政府方这一块 那么政府 政府方这一块 如果使用我们自己的资产 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不需要进行资产评估 那就意味着 直接按照扎平价值 一转就没了 没有差额 第二 如果需要进行评估 那么可能有差额 见翻差额 进入其他费用 再翻差额 进入其他收入 就可以了 第五个是改扩建的 那改扩建呢 有差额 进入净资产里面 就可以了 接着第二个问题 是运营期间 刚才是建设期间 运营期间日常维修 那这些不进入 不是资本化 所以不进入 必须项目资产的成本 第二 如果是大修改建 扩建 那就进入净资产 就可以了 其实第三个 涉及到折旧或者摊销 PPP项目资产的 折旧摊销 注意安月摊销 安月进行摊销 然后这一块摊销室 如果是本来是想等的 那就直接摊销就可以了 如果不想等的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有个差额 接着是中指 最后中指转到耳区 转到累计营语里面去 把它进一个接转 转到累计营语 尚未充剪完的这一部分 转到累计营语 正常情况下 直接重复分类到 公共基础设施了 我们主要是注意这一块 接着第九个问题 这一块总共九个问题 第九个问题 注意一下选择题了 做一个选择题来掌握吧 合并范围 两个方面 第一是满足一般原则 满足一般原则 那就是具有财政预算 拨款过关系的 那肯定是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 第二个呢 那就是其他的会计主题 其他的会计主题 这一块有一部分是纳入 有一部分是不纳入 这两个是纳入的 我们就记两个吧 这两个是纳入的 这个不纳入的有四个 一个是 虽然没有纳入 预决算管理 但是你是事业单位 第二个是 虽然你是执行企业 财务管理体系 执行企业内会计准则制度的 但是你还是事业单位 所以还是纳入的 反之像这一件 所属的企业 那个企业肯定不算了 但是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企业下属的事业单位 有企业这堵墙堵在这了 所以你即使是事业单位 也不纳入的 还有这个脱钩的 就不用多说了 还有单独建站的 挂靠的 这就不用多说了 这些很明显的 所以这一块注意一下 哪些纳入范围 哪些不纳入范围 注意选择题 那这个就其他了 那就不要管它了 所以我们只要找二加四 就可以了 好了 那接着是本章的第三个考点 是民间非你组织会计 在我们因为不同的试卷 不同的试卷呢 可能这套试卷 我看一下以晚的题目的规律 第一套卷考政府会计的话 那第二套卷 很有可能是民间非你组会计 我不能说绝对是这样 但是有这样的规律 看了以晚年度呢 是这样的规律 那么第一场26号考试 考完以后 考了政府会计 那我觉得你应该 把民非会计多看一下 我不能说一定是这样 但是概率上 应该还是要注意的 反过来说 如果说26号考了民非会计 那么28号考试的时候 请你多看一下 就是28号考试的时候 你如果民非 在26号民非考 那就要反过来看 政府会计那一块 只能说这样一个概率 当然最后都没有多少时间 大概的 你要巩固的话 就按照这个套路来 我们找出这样规律 当然你说到后面 今年就有这种情况了 那海南已经延期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延期的考试里面 咱们就很难去揣摩猜测了 第一个是 民间非你组织会计的概述 它的会计核算特点吧 第一个是全责发生制 第二引入了光影价值 第三有净资产 接着这一块 注意个提示 民间非你组织的董事会 对净资产的使用 做出了限定性的决策 或者决议 它并不属于限定性资产 作为考点 来掌握一下 接着是收入 发印业务成果的两个要素 收入和费用 那么算出来 差额纪入 净资产 电动额 另外呢 报表注意一下 报表注意一下 这个业务活动表 业务活动表 作为考点 来掌握一下 接着是特定业务 第一是捐赠 捐赠收入 接受现金的捐赠 然后呢 接受非现金资产的捐赠 然后这一块作为考点 来掌握一下 选择体系注意一下 有发票的 有凭据的 按凭据标明的价格 如果凭据标明的价格 与公益价格相差比较大 还是按照公益 第三如果 第三如果没有发票 那就直接是公益 另外在接受 非现金资产捐赠时 发生的费用 寄到筹资费用里面去 作为一个考点 来掌握一下 这一块大家注意一下 另外是捐赠承诺 不予确认 劳务捐赠不予确认 另外呢就是捐赠收入这一块 如果有存在 用现实义务 要寄到管理费用里面去 作为一个考点 来掌握一下 这不就是小考点 寄一下就可以了吗 受托代理这一块 注意这两点 受托代理发生的费用 寄到其他费用里面去 其他费用 这都是小考点 其实是汇费收入 第四个是业务活动成本 不多说了 分两种情况 相关的业务 不相关的 其他费用 业务五个是净资产 净资产分两类 一类是限定性的 一类是非限定性 限定性期末呢 要把限定性的收入 转到限定性净资产里面去 第二个问题是 限定性净资产重分类 如果原先是限定的 现在解除了 那叫重分类为非限定性 这个很好理解 那么第二个 非限定性 那相应的是 结转非限定性收入 和成本费用这块 结转这两部分 第二个是重分类 这个刚才已经讲过了 跟前面是一样的 然后接下来这个 做一个考点 有些情况下 以前并没有设置限制 现在增加了时间 或者用途的限制 就以前没有设置 然后现在增加了什么 增加了时间和用途限制 或者是两个限制 出于曾经考过这种选择题的 时间呢 用途啊 这两个限制 只要有一个限制 那叫重新分类 由非限定性 重分类为什么 限定性净资产 还有这个是调整以前期间的 那这个以前也考过一个知识点 要进行调整 那其实在这个民飞会计呢 其实主要就掌握这几个方面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因为这最后这个两章啊 就是29 30呢 我花的时间比较少一些 大家也没有这个耐心再多听了 所以我就把一些最基本的内容 挑出来了 因为边边角角的那些东西呢 也可能会考 但是呢 我们觉得这个时候性价比可能不高了 没多少时间了 毕竟你前面已经在基础班的课程里面 也都是详细的听了这些内容 所以我就简单的火化一下 好了 那整个冲刺班的内容 我们就到这结束了 最后呢 玉树同学们 逢考必会 轻松过关 课堂不再见 相见于微博 期待大家的好消息